那今天中国时报的头版新闻 豪宅带头来炒房价 央行也动尾条了 央行总裁彭桓南直接点名了 仁爱地宝还有士林关底豪宅 投资客炒作房价碰膨胀的太快 而事实上呢 根本没有那个价格 而央行也展开了打房的行动 锁定了八家公司利银行 进行房贷专案的精简 限制第二栋房贷陈述只能在七成以下 而且不提供宽限期 要紧盯投资客的一举一动了